买卖东西的话,向南半个月的路程有个小荒岛,那里有一个方式,附近的修饰都是到那里交换东西的,听说是数位结单期的前辈联手建立的,还算是比较安全,前辈需要那里的海徒吗? 少女想起了什么事的,又收敛起了笑容,飞快地偷看了寒了一眼,低头小声说道 我的确要去那里一趟,有海徒的话自然就更好了 少女一听这话,一阵手忙脚乱,终于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块玉剪,脸色微红递给了韩丽 韩丽轻笑了一声,结果玉剪,望着少女的耳根红透的稚嫩脸旁,面上闪过一丝异色 木然伸出一只手掌,摸了摸少女柔软的秀发 公孙兴身子微微一颤,心里有些害怕,但并没有躲闪,只是下意识地缩了缩洁白的脖梗 这时,耳边却传来了韩丽柔软的声音 不要害怕,晚上到我卧室来,可别忘了 韩丽说完此话,就不再迟疑地离开了石室 而公孙兴一听这暧昧的言语,则早已心跳不已 脸上一片飞红,露出不知所措的可爱模样 到了晚上,少女心情复杂来到韩丽居室外 轻咬红唇推开石门,里面的情形却让其大感意外 卧室内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 只有石桌上放置的一张敞开的捐金 公孙兴迟疑了一下,疑惑地走上前去,低头细看 孝心可嘉,洞府与宝相赠 不要轻易使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好自为之 短短一行眉头眉尾的话,让少女彻底正住了 心中留下的只是阵阵的茫然和说不出的异样 这时韩丽早已远离小岛千里,正化为一道青红 飞顿在高空之上 想必这丫头正一头雾水吧 任谁无缘无故有此经历,恐怕都要恶然半天 韩丽在顿光中面带笑意悠悠响道 他在离开雾海时,洞府内除了留下了那禅欲绝的玉剑 和众多用不上的法器外,还特意留下了竖瓶丹药 和两件以前所夺的法宝给此女 想必这些东西可以让这少女以后在修行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能够让韩丽如此难得大放一回 倒不是韩丽忽然怜香惜玉 这个叫杏儿的少女能够舍身救父 实在让韩丽有几分敬重 韩丽若说在踏上修行路前还有什么遗憾 那就是成年后未能多侍奉家中的二老 在跟前尽孝 虽然在离开家乡前 就已经暗中安排好了家中的一切 可仍不能抵消她心中隐存的那一份极度失落 况且少女至于那的身影 更让韩丽仿佛看到了小妹出嫁时的影子 她这才故意以炉顶戏言留下此女 想给其一些好处 当然留给此女的法器和法宝 对韩丽本身来说 也是丢之可惜 十之五味的鸡肋般存在 与其戴在身上留之五用 倒不如趁机送与此女 助其在修行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此女的灵根同样不算甚好 至于这座小岛洞府 韩丽更是在这些人没有到来之前就已决定 闭关出来后就马上弃之 否则韩丽可不会让中年修士等人轻易离去 韩丽进入结丹中期之后 又在密室中闭关了二十多年才出关 在此期间 她没有将所有的丹药都服下 仍剩下了一小部分留在了储物袋中 她倒不是耐不住寂寞 未等丹药全部炼化就急于出来 而是在修炼到接近结丹后期之时 终于遇到了修行上的瓶颈 不突破此禁锢就是服用再多的灵丹 修为也是难有寸净 而突破瓶颈的方法 就要看个人的机缘造化和功法特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定律可言 不过以往到了这阶段的修饰 有的是在炼器打坐中自行突破 有的则是游览山水时游感突破瓶颈 还有的则是在争斗的生死一线间 意外突破 如此一来 韩丽自然不愿在闭关室内白白浪费时间 准备出去找那传闻中的绊腰草 并看看能否在外出期间 有机缘突破瓶颈 因为不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所收获 韩丽自然不敢将九屈凌身 长久留在府内 这个雾海小岛的洞府 因此也打算放弃掉 现在有那公孙性接手也不错 最起码短时间内那里还算是安全 至于九屈凌身 每隔一段时间 必须用土石之气调养的问题 这在韩丽修为未进入结单中期之前 的确有些麻烦 但现在进入结单中期后 就没有后顾之忧 韩丽又能力抽取岛屿上土石精气 注入灵身本体内 保证其安然无恙 现在韩丽飞顿的方向 正是往那少女说的仿饰而去 也只有在这样修饰来往频繁之地 韩丽才有机会得到八级妖兽的消息 到时再另想办法 看是否能弄到半妖草 至于从仿饰内直接收购此灵草 韩丽根本就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好事等着她 韩丽顿光速度极快 少女虽然说有那仿饰小岛需要半个月的路程 但对她来说 权力之下数日即可 两日后 当韩丽正全力在海面上赶路之时 远处忽然斜着飞顿出来一道红光 后面引有数团灰白之气狂奔而不舍 韩丽见此情形双眉不惊异地一挑 随后她心念一动之下 口中一阵低不可闻的咒语声传出 接着身上传来一阵轻微的爆裂声 声音急促而密集 同时一团清光浮现在面孔之上 片刻之后 韩丽身影木然拔高了数寸 清光四散 露出了一张微黄陌生的面孔来 这正是韩丽在闭关期间 刻意修炼的悬音经秘术之一 唤醒诀 这秘术不但可以任意拉长 缩短身体各个部位 并且还可以控制肌肉松弛 瞬间改变肌肤颜色 绝对是最顶级的改头画面之术 据韩丽估计 这种功法绝对不下于传闻中的 另几种易容秘术 就是面对神识高你一筹的修饰 这也不会轻易地识破 所以才被列入悬音经之中 此秘术唯一的缺点 就是一经施展后 全身法力顶多只能动用七成 一旦使用超过了七成以上的法力和人争斗 唤醒觉的奇效就会消失 让人恢复原貌 不过这一点 韩丽倒不在意 他一旦决定隐瞒身份之时 多半也是不想展露真正的实力 限制修为对他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就在韩丽刚改换面容之后 那道红光也发现了韩丽的所在 当即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般的向这边狂奔而来 见此情景 韩丽干脆停下顿光 在原地轻叹了口气 这倒不是因为有麻烦找上门 让他叹口气 而是韩丽觉得 这逃命之人 不管他这位路人有没有能力救下他 就先存着把他拉下水的念头 一点犹豫没有的就往这边赶来 看来心性着实并不怎么样 至于后面那几团灰白之气 分明就是几只三四节之间的妖兽罢了 这让刚刚还为公孙姓的孝道 感受颇深的韩丽 突然又觉得人性还真是复杂至极 真是不能一概而论 哎 这位导游救命啊 在下黄明里一定会重谢导游的 在红色顿光中 是一位贼美鼠目的干受老者 未等飞到韩丽身前 就满脸惶恐大声求救起来 他倒也是机灵 虽然还未看清楚韩丽的修为 但是见对方如此稳弱泰山的样子 顿时知道小命可能有救了 韩丽神色如常 眼看老者已经飞到了跟前 才懒洋洋的一抬手 五道淡青色剑王脱手射出 顿时将那后面的五只妖兽挡了下来 缠斗在了一起 老者见此 这才大喜地长舒了一口气 同样放出一道火环法器 一起攻击那五只妖兽 韩丽一斜眼扫了老者一下 此位修为已经接近驻击期的甲丹境界 怪不得能在这么多三四节妖兽围攻之下 还能逃他性命 韩丽回头指挥那几道飞剑 将那几只妖兽慢慢地困住 倒也不急着猛下杀手暴露了修为 不过即使如此 也让一旁的小老儿精神大震了起来 驱使着这剑火属性法器 狠狠地痛打落水狗 再耗了一会儿后 韩丽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才开始挥动轻援剑芒 逐一斩杀了这几只妖兽 多谢这位前辈出手相救 前辈可是要前往南里岛的方式 小老儿此时不用查看韩丽的修为 也知道对方肯定是结单期的修士 因此恭敬之己上前失礼并陪笑着问道 不错 我是想去访识换些东西 唉 那前辈啊 不用再去了 去了也是白跑一趟而已 怎么回事 数日前南里岛的方式 被一些低阶的妖艘无意中发现了 虽然当场斩杀了大部分的妖兽 但是第二天逃离的妖兽 就迎来大批四五级的高级妖兽 方式中的众修士损伤了不少 不得已分头突围 在下就是其中的一员 唉 只不过没想到 在这半路上 又意外地撞上了这对妖兽 照你这么说 在下真的白来了一趟 呃 这个 前辈若是真想买卖什么东西的话 小老儿倒是可以另行介绍一个地方 那里的东西绝对都是真品 只能筑机器以上的修士才能进去 不过 此方式必须是熟人引荐才能进入 并且方式地点经常的变动 嘿嘿嘿 小老儿不才 倒也有引荐的资格 前辈若想去的话 晚辈倒可以带路 只当报答前辈的救命大恩 有这样的地方 难道你说的是密室 嘿嘿嘿 前辈说笑了 现在的方式哪有什么密室之分呢 不都得站站兢兢的 被妖兽发现后 下场也都只有一个 这倒也是 你说的地方离此地有多远 从这里出发 赶路勤一些的话 我们只要大半个月就到了 到时候差不多才刚刚开始 好吧 我就随你看看 太好了 哎 前辈稍等片刻 黄明里露出了兴奋之色后 并没有马上带路 反而眨了眨眼睛 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赶紧告罪一声 自己却猛然向下冲去 直奔海面上漂浮的数举妖兽尸体 韩利见到这一幕 先是一愣 接着明白对方心思 淡淡一笑 一会儿功夫 小老儿熟练之己 将数只妖兽肢解 分别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然后兴高采烈地 飞回到了空中 让前辈见笑了 这些妖兽 当然不防在前辈眼内 但是对晚辈来说 倒也是一大笔收入 黄明里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刚才这五只妖兽 是被韩利斩杀 没什么 这些妖兽我也看不上 赶紧上路吧 小老儿听了韩利的言语 善善一笑 连忙答应 接着玉器方向一改 向东面飞顿在前 韩利不慌不忙 跟随其后 神色从容之极 前辈的面孔好像有些陌生啊 不知尊姓大明 以前一向在何处前修啊 晚辈或许曾经听过 前辈的大明呢 我姓利 以前在洞府闭关修炼 最近刚结单成功出关 黄道有没有见过在下 这也是正常 韩利自然不会说什么实话 随口应付 韩利这话 黄明里听不出丝毫的破绽 虽然心里还有些怀疑 但只是嘴上连声说出恭喜的话 接着黄明里倒也失去得很 没有多打听韩利的什么消息 反而主动给韩利讲了一些 最近发生的修饰妖兽 数度交锋的事情 不过看他哀声叹气的样子 似乎对人类在此处的前途 并不怎么看好 听着此人滔滔不绝的言语 韩利虽然没有接口几句 但对如今的外海形势 倒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